伴随着一声爆炸 烟雾四起 火光冲天 整个大楼开始摇晃起来 透过窗户向外看去 浓烟已经遮天蔽日 宛如世界末日一般 碎石不停从天空中落下 手里的盖隔技术器发出丝鸣 福岛第一核电站三号机发生爆炸 这场事故不亚于耳熟能详的 吉尔诺贝利事件 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是对日本的一次考验 更是对全人类的一次威胁 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2点46分 日本东北海域发生九级大地震 堪称历史之最 福岛第一核电站距离阵中仅有178公里 因此也受到巨大影响 核电站站长紧急下令关闭核反应堆 同时开启反应堆新隔离冷却系统 另一边日本首相也感受到震动 开始留意起地震情报 受地震影响机场陷入瘫痪 除两条勉强能用的高速公路外 其他道路全部进入封闭减修状态 12个火电站以及22个水电站 也无可避免地被迫关停 整个国家进入电力紧缺的状态 另一边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来说 恢复电力固然重要 但当务之急还是要疏散员工 保护人的生命安全 疏散工作进展非常顺利 在站长的安排下 核电站内只留下一些负责堆新的专业人士 去解决冷却系统的问题 这时被疏散的工作人员抬头看向海边 海天相接的地方升起一道水墙 携滔天巨浪席卷而来 颇有毁天灭地之势 仅一个照面和电站就被淹没 正在4号机检查的工作人员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瞬间出现的海水拍倒在地 他们慌张地向出口跑去 可大门已经被撞开了一个窟窿 海水倒灌进地下一层 两名工作人员头部撞到栏杆上 当场失去意识 随着大水冲进地狱中去 有的员工由于撤离不及时 被关在电梯井中 眼睁睁看着海啸不断接近 连逃都没地方去 大水一瞬间涌进屋内 万幸的是 它成功坚持到海水退去 另一边核电站的电力控制室内 由于这里和外界隔绝 根本没有留意到大水的袭来 直至海水吞没发电机 屋内陷入一片黑暗时 所有人的心头才生起一股无可名状的恐惧 另一边政府成立灾后应对小组 紧急研讨电力恢复方案 计划依次重启已经关停的发电站 然而核电站站长已经发布15条款警报 这意味着福岛核电站进入紧急状态 虽说核电站的工作人员反应迅速 在第一时间开启备用发电机 但随后而至的海啸是所有人未曾设想到的 它不仅淹没反应堆大楼 还导致所有供电设备停止工作 可以说福岛核电站此时完全沦陷 将恢复供电可谓是吃人说梦 除此之外站长内心最担心的一件事 那就是核反应堆 有没有进入正常冷却状态 由于电力失效所有仪器停止运转 站长无法判断出反应堆此刻的真实情况 可以说这次情况是世界上第一例事故 无论是紧急手册亦或是平日训练 他们都没有接受过类似的紧急流程 对此站长不知如何是好 只得继续查阅手头资料 此刻日本首相召开记者发布会 向国人宣布核电站关停一事 并告知目前没有发生核泄漏的事故 安慰市民们正常生活 话音刚落就收到核电站那边的消息 首相没有把真相说出 随便找个理由便终止发布会 另一边站长带领手下翻阅大量的紧急手册 但里面始终没有提到这种情况该如何应对 所谓服务双制或不单行 就在站长忙着找如何应对停电事故时 那边核泄漏已经发生 站长在黑板上把当前的情况全部统计下来 可大部分都是不明状况 甚至连水位和压力值都没有显示 当务之急是恢复电力 站长向指挥部寻求几台移动式发电机 以解燃眉之急 同时他做好最坏的打算 如果实在没有发电机 就只能从外部抽水来冷却反应堆 为此他还需要几辆消防车 任务安排下去就开始漫长的等待 好在控制室的工作人员脑子比较灵光 想到一些基础指标的测定 不需要大型发电机 几节汽车电池就能搞定 相比较灾害应对指挥部 他们则显得有些混乱不堪 天灾导致道路不通 以及发电机停电 让领导们失去对灾难现场的掌控权 同时核电站还在发生核泄漏 按照紧急应对方案的要求 周围的居民需要在第一时间进行疏散 可这个疏散区域又该如何划分 碰到问题 领导们不想着如何解决 而是决定一瞒到底 他们一边对外宣布灾害进入紧急状态 一边又告诉人们 现场没有发现放射性物质 该地的居民和住户 无需采取特别措施 这样前后矛盾的发言 让一些人心生疑惑 既然官方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却又为何不告知民众进行疏散呢 聪明的记者早就知道答案 因为官方不知道具体情况 所以才说这种话 用来以防万一 灾害指挥部的领导 怒气冲冲的让站长想办法 务必第一时间把核电站的情况汇报上去 站长也只能表示自己会接近所能 此刻他已经忙得焦头烂额 对于控制室提出的汽车电池串联方案 大家似乎都不太情愿 毕竟汽车是他们最后逃命的王牌 一旦交出电池就意味着 出了事要用两条腿离开此地 趋极壁或是人之常情 站长不便多说什么 好在有人愿意为之奉献 得到电池后 站长就要着手进行下一步行动 那就是打开机房阀门 构筑一条助水通道 用水来冷却反应堆 站长位于隔离大楼 这项任务只能交给身处一线的控制室 由于机房比较偏远 没人知道那边的情况 负责探路的工作人员 为了以防万一 带上检疫装备向着机房前进 他们不清楚海啸是否还会发生 探路队长让一个眼神好的手下 来到楼顶举着大灯 时刻盯紧海平面的情况 一旦发现异常 就第一时间通知他们撤离 一切准备就绪 他们便摸黑向着机房进发 然而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 刚到机房门口 盖格技术器发出刺耳的声音 数值直接报表 经验丰富的队长立刻下令全员撤退 队长很是犯愁 眼下没有防辐射装备 仅凭身上的破布 根本挡不住报表的辐射 更别提去搭建注水通道了 正当其一筹莫展之际 一位老员工自告奋勇 原来今天本来轮到他修班 但听完海啸发声 心中对核电站放心不下 随即从隔离大楼内 带上防辐射装备和仪表 抵达一线 在老员工的帮助下 所有人穿戴上专业设备 向着内部不断伸入 半路上 他们被一条死鱼吓了一跳 冷静下来后来到大门前 就在开门之际 鱼震再次发声 好在持续时间不长 他们稳定下心神 开始投入到作业之中 首先他们来到一号机反应堆大楼内部 这里辐射数值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事不宜迟 众人来到365号阀门面前 跨出通向胜利的第一步 没搞定一个阀门 就有人在手上留下标记 他们一路上有惊无险 在老员工的带领下 其他相关阀门也被成功拧开 另一边电池已经准备就去 通上电源一看 水位记显示反应堆严重缺水 预计在晚上9点40 冷却水全部蒸干 晚上10点20 没有冷却的核燃料开始降解 反应堆的压力容器 在晚上11点50开始受损 这意味着今夜是个不眠之夜 首相抬头看了眼表 时针已经来到9点 他万万没想到事情会变得如此严峻 歇斯底里的态度掩盖不住内心的恐慌 他冷静下来后立马下达两条指令 其一不惜一切代价 帮助辅导和电站恢复电力 其二发布疏散令 按照紧急疏散的标准 让半径三公里内的居民立刻撤离 这一消息的发布如同深水炸弹一般 令所有人议论纷纷 媒体们表示 几小时前还说让居民正常生活 现在风口一转就变成紧急疏散 难不成真的发生河线漏事故 事到如今政府方面依旧不愿意坦诚不公 用各种说辞来躺塞群众 和电站内站长已经接到消息 所有阀门已经成功打开 接下来就需要等待消防车入场 然而地震已经破坏大量道路 消防车根本不好进场 他们只能去寻找其他线路 不能保证何时才会抵达 就在站长忧愁之际 同伴送来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高压发电机抵达现场 众人还来不及高兴 就因为发电机没有匹配的电压陷入忧愁之中 经过商讨 他们决定将6000伏的发电机降低至500伏 连到冷却装置 想要降压就需要连接配电柜 可配电柜已经被海水淹没 若要使用就得经过一一测试 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然不多 万幸的是 有一个配电柜可以使用 不过道路过于崎岖 发电机过不去 需要拉一根长200米 重一吨的电缆来接通电源 徒手铺设少说也得好几天 可眼下他们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 在这幽暗狭小的环境中 一点一点的铺设线路 在此期间 余震不断发生海水没过膝盖 人们看不清脚下的情况 一不留神就会踏进深渊之中 消失的无影无踪 尽管他们非常努力 但人工铺设这法子根本行不通 时间不等人 10点20 核燃料开始降解 11点50 安全壳压力来到600千帕 此时队长也意识到 隔离冷凝器没有运行 由于它的疏忽导致海啸来临时 没能启动冷凝器 如果再这么下去 几个小时内 巨大的压墙就会冲破保护壳 核辐射会大规模扩散 站长一时失态 向着队长大声指责 首相得知这个消息 一时之间震惊地说不出话 为了安抚民众情绪 政府再次召开发布会 在此期间压墙已经超过620千帕 丝毫没有停止的趋势 而这个安全壳在设计之初 最大承受之力 仅为427千帕 若是再无法进行冷却 恐怕会引发不堪设想的后果 站长思索再三 询问能否开发放弃 这是当下唯一的选择 不过排气这件事情 影响太过恶劣 因为此过程中 无可避免地 会释放出大量放射性物质 除此之外 不仅会影响国民健康状况 同时在国际立场上 也会遭到邻国的友好问候 站长无法做主 于是把这一难题抛给首相 与赶鸭子上架不同 这一次首相被逼到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放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生路 要么想办法对反应堆进行冷却 但有极大概率引发爆炸 到时候释放出大量放射性物质 是所有人所无法承受的灾难 要么就主动开发放弃 释放出少许辐射物质 这样的代价就是导致辅导周围 至少三十年成为无人区 不过比爆炸的代价要小得很多 经过一番利弊权衡 首相同意放弃 作为政客 他最担心的是未来仕途问题 这么大的事情究竟让谁去背责 成为所有人绕不开的一道坎 凌晨三点的新闻发布会上 政客们含糊其词 没有给出明确的核电站处理方式 也没有细说当地居民的撤退方案 与之前发布会上的状态判若两人 这也让政府的公信力大为降低 首相不甘心就这样失去民心 他决定奔赴第一线 亲自指挥作战行动 另一边站长还在一线忙得焦头烂额 经过一番查找 终于弄清楚开发放弃的方式 控制放弃的阀门有两种 如果不想通过电力控制 也可以从内部手动开启 不过进入满是核辐射物质的内部区域 去开启阀门 这几乎是一个必死的方法 队长一时之间不知如何跟自己的部下细说 队长本想主动现身 却被老员工阻拦 对方表示 队长应该留下来坐镇指挥 这种父子之事 就应该交给自己这种有能力的人上 老员工听完也纷纷主动请应 队长深受感动 最终决定让老员工们上 年轻员工留下来待命 既然任务已经安排下去 队长得知情况后 立刻收集全站所有装备 尽最大能量给那些父子的员工 提供优质的保护 在这一紧要关头 队长向领导表示 自己没有时间接待首相 让其想办法拦住对方 领导无奈地表示 如果提出拒绝的话 那就看起来像是在掩盖事实 首相的意见 没有人敢唱反调 既然如此 队长只得分出一部分精力 去应对这个麻烦的首相 首相一下飞机 就对着东京电力公司负责人 喋喋不休 原计划三点进行放弃 如今是早上七点 却迟迟没有动静 无论如何 也要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东电负责人忍气吞声 一个劲地道歉 表示 一会儿一定会进行泄气 就在这时 站长拿出图纸 详细地向首相说明情况 由于没有电力 奋斗在一线的员工 需要顶着超高的辐射进入内部 手动打开阀门 同时 他们还需要面对 无法预知的余震 以及各项突发情况 可以说 这就是一次自杀行动 而他之所以 要给队友们 配备最好的保护设备 一来是理所应当 二来是不想因为任务失败 再派出一批人去送死 听完站长的汇报 首相一时雨色 自从二战结束 他就再也没听到过 自杀小队的说法了 坐在回程的直升机上 他的内心百感交集 画面一转 一批全副武创的员工 迈着坚毅的步伐 向着反应堆前进 这一片段 应该是致敬的 五十死士 随着不断深入 概格技术气质不断激增 队员们不由得加快步伐 否则还没等开伐泄气 自己可能就被辐射致死 另一边 原子力安全研究院 一名专家 在看到辅导核电站的数字报告 以及1999年 被核辐射致死的患者照片后 心生胆寒 他深知辐射带来的后续影响有多么恶劣 一旦大量放射性物质泄漏 公众极有可能会遭受灭顶之灾 随即派出手下将此事汇报给首相 可首相不闻不问 以此事不重要为由 让报告的人尴尬不已 说回核电站内 自查小队一组找到定制阀门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把它拧开 一切进展顺利 他们返回控制室 所谓旗开得胜 这让接下来的队员们充满信心 可老员工的一席话 让站长背后惊出一身冷汗 在回来的路上 他看了一眼压力表 只真来到840千帕的位置 接下来是自杀小队第二组 此时时间来到早上的9点28 他们的任务相比第一组来说更加艰难 因为这个阀门所在的目的地 没有混凝土的保护 辐射值含量要更高 他们多少都会有点害怕 不过怕的不是死亡 而是没能完成任务 白死了 两人互相安慰 能打开阀门最好 就算打不开 也当成是以死谢罪 画面一转 第二组来到机房内部 路程还未过半 盖隔技术器发出刺耳的提示音 低头看去 数值已经爆表 他们发生争执 一个想要继续前进 另一个打起退堂鼓 最终还是跌跌撞撞回到控制室 宣告任务失败 对照拿起技术器 一看上面数值 接近一百 这相当于一名从事辐射相关的工作者 五年累计所受辐射的法定极限 队长点了点头 表示理解 他没有出言责怪对方 队长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情况 他让第二组人员立刻撤出来 接受医院治疗 这时几位年轻队员找到队长 他们无意间发现 控制室内的核辐射值 正在缓慢增长 言外之意 就是这里也不安全 他们选要当逃兵 毕竟这些年轻人 没有过硬的技术 留在这里起不了太大作用 还不如去后方提供协助 队长表示理解 但他希望这些年轻人知道 此刻发生的一切 都与未来国家和人民息息相关 如果正时候撤退 该如何面对其他父老乡亲 又该怎样指示自己的内心 如果真的无力回天 他会动用自己的权利 无论如何 也会将年轻人送离此地 哪怕违背站长 甚至是首相的意愿 看着队长低下的头颅 几位老员工也表示出崇高的敬意 事已至此 年轻员工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第二组人员已经被送到医院 此情此景 隔离大楼内的主任决定自购费用 打算顶替自杀小队第二组的成员 前往一号机打开排气阀 他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 自从自己高中毕业后 就在核电站工作 对于线路非常熟悉 哪怕是闭着眼都能找到阀门的位置 站长深受感动 他同意主任的要求 并找到了一个志同道合之人 陪着主任一同前往 就在离开时 核电站修复组提出一个想法 如果将压器机连接到管道 从外部进行加压 阀门有可能会被远程打开 虽然理论上可行 但成功的几率却很低 哪怕只有1%的概率 站长也会愿意搏一搏 就在第二组进入内部的同时 站长安排第三组人员配合行动 控制室内 队长看到主任的到来有些诧异 他根本想不到 这种自杀行动 会有人主动请应 一旁的老员工对此不太乐意 毕竟老一辈的人还没死 怎么能让主任他们先上 主任给出的理由也很简单 首先熟悉道路 其次自己和队友分别是篮球和田径运动员 相对比较老的统治 他们占据速度优势 对方说的有理有据 老员工们不再推辞 开始为其穿戴装备 为了能更快地打开阀门 主任决定轻装上阵 设弃掉一切限制行动的东西 就在第二组离开两分钟后 站长得到消息 一号机烟囱正在冒出白烟 他立刻要求队长终止行动 在不确定情况之前不要轻举妄动 队长听闻迅速跑出去找人 在第二组进入反应堆之前将其带回 至于为何有白烟 众人不得而知 就在此时一名队员汇报 截止目前也就是下午两点半 压力已经降到610千帕 白烟上空是从反应堆冒出来的水蒸汽 应该是站长安排的压气机起到作用 看来一号机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众人不由得松一口气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 不久后 消防车也抵达现场 大量全副武装的消防队员 有条不紊地开始进行 注水冷却的工作 政府得到消息 第一时间召开发布会 向国民群众宣布 福岛核电站的情况得到控制 注水工作是一个大工程 由于淡水缺乏 站长希望消防员能在海岸线 构建一条输水管道 将海水引过来 这样一来就不必担心水缺乏的问题 不过他们唯一需要面对的威胁就是海啸 一旦余震导致第二次海啸爆发 这些消防员恐怕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 消防员们已经堵上自身性命 直接忽略掉潜在威胁 守护家园是他们唯一的宗旨 然而站长的这一项措施有一个巨大的问题 那就是没有向上级领导请示批准 站长认为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特殊情况就要特殊对待 先掌后奏也未尝不可 就在这时余震发声 队长那边情况不容乐观 因为除了摇晃之外 他隐约间听到一声巨响 站长让其原地待命 这时一个情报部的小哥跑进来汇报 反应对大楼第五层不见踪影 站长想去查看一番 半道上发现隔离大楼的屋门 被挣开一个口子 外部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空气 正顺着缝隙向内流入 站长安排人手去封堵大门 自己穿上防护服来到屋外查看情况 此时道路上哀嚎一片 宛如人间炼狱一般 抬头望去 反应对大楼被浓烟包围 原来刚才根本不是余震 而是发生大爆炸 这件事根本瞒不住 很快就被媒体搬到电视荧幕上 首相正在商讨情况时 电视内突然传来大楼爆炸的视频 首相肺都气炸 这么大的事情自己竟然不知道 其他领导瞠目结舌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首相立刻给负责核电站的领导打去电话 得到的结果却是正在核查中 电视中那么明显的爆炸还需要确认 首相血压再一次飙升 核电站内伤亡统计已经出来 万幸的是没有人因此牺牲 但出现大量伤者 接下来就是搞清楚 到底是反应堆爆炸还是大楼爆炸 两者有着天差地别的影响 如果反应堆爆炸 方圆百里将成为禁区 若是后者 那还有补救的机会 有员工发现 空气中辐射物质增加缓慢 便推测应当是大楼爆炸 除此之外 刚刚铺好的水管线也遭到了爆炸波及 好在消防员再次站了出来 他们主动负责海水淡化 以及新管道的铺设 无形之中帮站长一个大忙 站长也表示当下淡水所剩无几 如果人手不够的话 可以专心铺设海水管道 就在他们工作之时 意外发现一个名叫反冲洗法 激坑的设施 受海啸影响里面灌满海水 三辆消防车可以以此作为水源 其效率远远超过海上构建管道 但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海水取代淡水作为冷却剂的方案 到底能不能行 另一边首相也得到消息 这一次是外部大楼爆炸 反应堆安然无恙 完成注水冷却工作 就能化解这次危机 首相召集所有相关专家 展开一次研讨会 就冷却问题进行讨论 理论上讲 海水是可以对反应堆进行冷却 若是海水中杂质过多 可能会造成适得其反的效果 让温度重返临界 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经过海水冷却的反应堆 就会变成一次性的 下次使用需要替换 这里面会损失多少财产 恐怕不好估量 眼下首相别无选择 不用海水冷却 反应堆必然会炸 到时候的损失 可不单单是一个反应堆的问题了 海水的问题解决完 下一个就是停电的事情 东电的建议是 划分区域 轮流停电 如果不限制用电 那么像东京这样重要的城市 会迎来几天的停电时间 其造成的后果不堪设想 抛开居民普通生活不谈 医院内用呼吸机的病人 恐怕会当场宣判死刑 但是一些支柱产业没有电力供应 一定会制约国家的经济发展 甚至会让国家GDP落后十年之久 东电在乎自己的利益 却忽略其他人的健康安危 而其他人则要求东电 减少给其大客户的电量输送 双方展开激烈讨论 谁也不能说服对方 首相一时间陷入沉默 另一边随着海水的注入 水位开始上升 但到达一定高度后便不再增加 因为消防车的水压跟不上 所以无法满足注水的需求 只有深入反应堆内部调压 才可以完成冷却工作 这个任务毫无疑问 再次落到了队长的头上 他带领队员们深入其中 听到盖革技术器的嘶吼声 众人选择撤退 站长低头陷入沉思 还未等想出解决方案 东电领导打来视频电话 询问站长注水情况 站长实话实说 情况不容乐观 由于压强不够 水位上不去 预计几个小时后 燃料棒开始融化 到时候 高温会把压力容器底部 烧开孔洞 大规模的辐射污染 在所难免 等到那个时候 现场所有员工 包括自己在内 一定会被辐射污染 东电领导憋了半天 最后只说出一句 加快注水进度 站长自然知道该如何应对 可还是那个问题 内部辐射太高 人根本无法进去作业 没有电力 也不能远程操控阀门 他再次想到汽车电瓶串联的方法 决定多弄一些电池尝试一下 理论上 10块电池就能达到电压的连接值 如果一不小心 120伏特的电压 就会直接诱人性命 10块电池串联完毕 打开阀门没有反应 工作人员 一块一块电池都往上添加 最终 还是未能成功启动阀门 第二个核电厂的安全水位逐步下降 反应堆压力在凌晨6点30分钟 来到495千帕 而主安全壳的安全值是380千帕 这意味着爆炸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站长思索片刻 要求反应堆大楼附近的工人 全体停止工作 站长担心爆炸不知何时会降临 他也不想拿着工人的命去赌博 东电领导见站长一个小时没有行动 随即打电话询问情况 站长不会命令手下员工继续在一个即将爆炸的反应堆旁工作 这时2号核电站的安全阀成功启动 压力正在缓步下降 这对所有人而言是个好消息 谨慎的站长决定再观察一下情况再做决定 但在东电领导强硬的要求下 他只好继续下令 兵分两路 一部分人给2号核电厂注水冷却 其他人去给3号核电厂铺设管道 就在众人行动时隔离大楼开始摇晃起来 站长发觉事态不对来到窗户旁 发现3号核电厂发生爆炸 前去支援的消防员遭到重创 有心活下来的拿出盖隔技术器 发现数值已经飙到200多 消防员不顾辐射危险 联合其他同伴再次展开营救行动 可来到现场才发现 事情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与此同时 同一台电视上播出不一样的爆炸场面 首相再次用相同的方式 得知核电站爆炸的消息 他找来东电负责人 询问一直稳定的3号核电站 为何发生爆炸 对方哪里知道内情 只得一个劲的道歉 这次爆炸危机程度远超1号 根据国际核能事件分级评估 本次案件足以化至奇迹 就跟当初的切尔诺贝利一样 是灾害的最高等级 首相听完双腿不由自主发颤 第二次爆炸可没有第一次那么幸运 通过统计失踪和死亡的员工高达40人 站长听完汇报后有些失神 但又重新振作起来 他给自己下达死命令 要与核电站共存亡 这么多人的死与他脱不开干系 站长愿意最后以死谢罪 不久后再度传来噩耗 4号核电站的燃料池温度急剧上升 因为4号核电站一直处于关闭检查的状态 所以储存的核燃料也远超前面三个核电站 若是4号也发生核泄漏 那么其造成的污染根本无法估量 伏双制或不担心 刚刚稳定下来的2号核电站 水位再次下降 压力开始飙升 照此以往 5小时后 燃料棒会露出水面 站长思考的速度 已经远不及 2号核电站压力增加的速度 在短短一小时之内 便达到了惊人的680千帕 一种无力感由人而生 即便如此 他依旧未曾放弃 安排人手去想办法打开2号机的安全泄压阀门 并测量3号机核泄漏情况 相反 东电领导还在极力地掩饰自己无能和恐慌 看到手下递上来的说明报告 他训斥对方 媒体管3号机爆炸叫做冒白烟 如果报告里用爆炸这个词 不就等于不打自招吗 手下赶忙道歉 回去重新拟定报告 政府那边依旧在和民众打太急 不肯说出真实情况 表示3号机爆炸的是外部结构大楼 并非是反应堆 所以不存在核泄漏事故的发生 就在他们发表讲话时 2号机的压力已经来到700千帕 水位不知是测不出来还是已经耗干 东电领导不顾后果决定采用干净排气的方式 尽管会导致辐射进一步扩散 但眼下依然顾不上这些 让反应堆稳定下来才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东电领导大言不惭地发号示令 他不在现场 并不知道其惨烈程度 刚刚经历两次大爆炸 所有人士气低迷 员工们也都达到自身能承担的辐射临界值 东电领导光在乎自己的脸面和利益 丝毫不把这些人命放在心上 站长这是第一次向领导提出异议 并希望对方不要再给自己添乱 说完挂断电话 此时站长已经和大家奋战80小时有余 低下头便开始打壳水 这时主任表示 4号机地下室有海水聚集 是否能将其利用起来对反应堆进行冷却 站长仿佛看到一丝希望 让所有人开始行动 经过实地勘察 发现水位太低 对冷却工作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 除此之外 他们还从中找到一开始被海啸吞没的两名可怜员工 站长听后崩溃眼面痛哭 可听到前线控制室的呼叫后立刻重振精神 可等来的依旧是个坏消息 2号机燃料棒完全暴露 撤退 这个想法刚一萌生 就宛如滔滔江水一般 连绵不绝 但撤退也不能太过张扬 会引起恐慌 站长先是向主任打听 能凑多少辆大巴 接着 斯夏利又给东电领导打去电话 说出自己心中所想 何事故已经没有挽救的可能 这一次泄露的危害将是切尔诺贝利的十倍之多 留下的人只能白白送死 站长计划留下几名老员工 在座最后的困兽之斗 其他的年轻人趁着大号年华先行撤退 东电领导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随即答应站长的要求 另一边首相听到这个情况 立刻叫来东电负责人 禁止其撤退的申请 对方表示 他们只是撤出一部分员工 剩下的人依旧会奋斗在第一线 并非是完全撤离 首相长松一口气 他以为不过是核电站的员工 对死亡的恐惧罢了 稍微出言安抚几句即可 他把东电作为作战指挥士 表示政府和东电联合展开行动 当今形势危急 不能萌生退却的想法 哪怕是死也要死在前进的路上 之前的两次爆炸 都是东电提供情报不及时导致 所以首相要与所有人共进退 他以为这样做能够起到稳定军心的目的 实际上站长早就对此不屑一顾 站起身来脱下裤子 扣了扣披眼 他没有说出真实情况 继续让众人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次日太阳再次照常升起 可他并没有带来希望 早上6点14分 一场爆炸再次来袭 2号机的压力毒素值直接归零 换言之一压时有个洞 紧接着辐射毒素呈指数增长 与此同时 3号机和4号机也不约而同发生小规模震动 站长一刻也不敢耽搁 再次联系总部 说出撤退的要求 一旁首相的脸被打得啪啪作响 东电领导见其不说话 随即自作主张 同意撤退的申请 并留下抽水的人继续奋斗在一线 这条命令一下 站长立刻让各自负责的队长来选取留下的人 所有人都清楚 这是一条不归路 站长挺身而出 向所有人鞠躬道谢 接着表明自己要留下来的态度 一名年轻的队员装作没有听到撤退的命令 依旧自顾自忙着手头工作 他颤抖的手已经出卖其内心 年轻队员害怕死亡 但也不想就这样抛弃同伴 老员工们似乎看出对方内心的担忧 表示希望他将来能够好好生活 未来是年轻人的时代 现在就由我们这群老家伙来替你撑起这片天 众人说完道别的话语 纷纷乘坐大巴 竟然有序的撤退 剩下的老员工们脸上露出坚毅的神情 在电脑上给自己的亲人家属留下一封绝笔 没有后顾之忧 站长也轻松不少 他再次强调留下来并非等死 而是要继续拯救核电站 核电站的员工们已经安全撤离 就在其他人眼中看来是一个最不幸的消息 在日本境内工作的外国人也都开始做起回国打算 首相不管其他外国人 只担心美国的情况 他让手下给美国总统打电话 同时自身也做起最坏打算 他找来一名核专家询问对方 如果核污染无法避免 怎样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转 以及灾后重建工作 专家一针见血表示 这起事故不容小觑 影响范围达到半径170公里 所以保守估计以辅导为中心的方圆250公里范围内的居民都需要被重新安置 不仅如此 在未来的30年内都不得再重新助人 甚至是东京千叶等重大城市都无法摆脱核辐射的影响 不仅是居民 就连一些企业也需要进行搬迁 日本经济的发展在未来几年会停滞不前 日本将会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无法被使用 最终被分为北海道和西日本两大部分 简言之日本完了 直至此时首相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后人唾骂的对象 他决定动用一切力量 包括自卫队 采用空中注水的方式来冷却反应堆 避免日本成为外媒口中的废土 自卫对负责人有些犹豫 他担心自己的部下暴露在辐射之中 同时还要面临随时可能发生的爆炸 不由得陷入沉思 晚上2号集水位没有上升迹象 压力值保持在730千帕 消防车偏偏还出现故障 无法进行注水作业 就在站长绝望之际 他突然想起和安保部门的老员工 对方拥有丰富的修车经验 打过电话后 对方直接泼下一盆冷水 修消防车不同于普通汽车 流程非常复杂 是寻常人无法完成的工作 除非能让他亲自到场 说不定会有一线生机 站长提出异议 他不会让对方白白送死 次日 美国总统和首相建立通话 首相态度放得极低 希望对方不要疏散在日本的所有美国人 这样可能会降低日本在国际上的名声 他承诺会派遣10万自卫队 时刻保护美国人的安全 美国总统答应对方的请求 不过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完全公开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全部信息 并同意美方派遣和专家旁听所有政策会议 这就意味着美国不用交学费 就可以学会如何解决核电站的问题 核电站内员工们实在修不好消防车 向站长表示歉意 对方也理解感谢员工们这段时间的付出 就在此时那名懂得修理消防车的老员工不请自来 让站长惊喜万分 与此同时自卫队的直升机也已经准备就绪 随时可以投入到注水工作之中 一些大型建筑公司也支援过去许多泵车来帮忙注水 在多方力量的共同协助下 冷却水位逐渐上涨 反应堆得到控制 看起来福岛和电站已经趋于稳定 至此之后其他各国伸出援手 支援的物资不断运输到日本 来协助对方度过艰难 伴随着电力恢复 福岛和电站算是彻底稳定下来 不过时至今日 福岛和泄漏的问题依旧没有得到解决 故事就此落下帷幕 本篇名叫《核灾日月》 讲述福岛和电站泄漏的全过程 就该据而言算得上是低配版的切尔诺贝利 在特效水平 人物塑造以及氛围营造上均不及后者 不过当成一部纪录片来看 总体还算说得过去 本剧最大的优点就是一群老戏骨精湛的演技 一个动作甚至是一个眼神 就能让人身临其境 但在剧本以及后期方面 只能算得上是三流 本篇一共八集 分别从公司政府以及民众的角度 来看待这场由天灾引发 最后演变成人祸的故事 明面上 日本人更多的把这起事故归于天灾 一场地震引发的海啸才是罪魁祸首 殊不知归根结底 人性的贪欲就是压垮着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影片之外 有不少专家就曾建议过东电加高防潮壩 事发时 核电站的防潮壩卷有5米 而海浪高达15米 假如东电聚安思危 恐怕这起全人类的安全事故就不会发生 如今日本正打算将这123万吨核废水排放至太平洋 排水持续30年 根据专家估计 57天核废水就能扩散到大半个太平洋 10年时间便会污染整片海域 这已经不单单是日本的事情 而是所有人类共同面对的困境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们欢迎点赞评论和收藏 你们的支持才是我们更新的动力